液晶面板是由偏光膜 玻璃基板、液晶、被光源等组成呈现影像的液晶显示器的部分 液晶分子是被夹在两片镀有透明导电膜的玻璃基板之间 且在玻璃基板中夹着两片水平及垂直不同方向的偏光膜 液晶面板广泛应用于智慧型装置、游戏机、汽车导航等产品 液晶面板的生产制程中、液晶ODF制程中的点图布为重要关键 液晶ODF制程即是将液晶分子一滴一滴地滴在玻璃基板上 台湾液晶面板大厂采用捷克泰雅制的红宝石针头 线端以红宝石制程的红宝石针头是可达到高流动性 即可正确无误地将材料滴下的精密点胶针头 多加液晶面板厂在生产过程中 最重要的液晶ODF制程采用捷克泰雅制的红宝石针头 液晶面板ODF制程中采用捷克泰雅制的红宝石针头 实现高品质的点涂布有两大要点 第一为精密涂布 随着智慧型手机等小型装置的普及 制造上需微量的液晶涂布 因此需要的是可以对应微量并且高精准的涂布 捷克泰雅活用高超精密加工技术 将红宝石针头先端内径加工至50微米 因此可达到微量并且高精准的涂布 第二为点涂布范围的安定性 在点涂布时反复地涂布出固定的量非常重要 此时点胶针头的品质就是关键 捷克泰雅的红宝石针头的前端做了抛光加工 可以有效抑制线端不均造成的爬胶现象 另外因为红宝石材质摩擦力小 具有独特剥水性 与其他公司的产品比较 捷克泰雅的产品在高品质安定徒布上 有达到65%以上的改善 实现高品质的液晶制造工程